歡迎收看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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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是什麼 周年慶神情攻略 攻略 你看到沒有 現在我們說經濟 經濟好像有點不景氣 是 但是這就更凸顯了周年慶的重要 我跟你講因為現在是10月份 到現在是周年慶這個 正在熱烈的時候 對 我上禮拜五只是去某家保養公司 因為周年慶我們兩個男生 比較沒有參與到 但是 其實我有 對… 你有嗎 這個時候就是買化妝品跟保養品 最好的時候啦 漂亮 我跟你講喔 我去那個保養公司 我要去地下室吃那個拉麵 我的新開的店 我進去我想說 還是你不開吃 不是 我自己要吃啦 OK 我進去之後我想說 應該我自己要這樣躲躲藏藏一下 結果根本就不需要 裡面滿滿都是人 但是禮拜五的時候 然後沒有人在看你 因為每個人都在買東西 就大家都搶得很兇 你本來以為說去 目光都會在你身上 可是有種那種害羞的目光 要擋一下 結果都不需要 大家都在裡面就殺紅了 對啊 你這個造型越來越像 我們在這個 金門媽祖一帶看到的鳳獅爺 是這個意思 心裡有點很頭髮 OK OK… 好啦 但是我們今天就來聊聊看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 光在今年周年慶第一天 有一家龍頭百貨 就殺出了13億的業績 好帥 大概比 比去年還多了兩成 多了兩成 但是因為這個 我知道有一些品牌 化妝品牌 它是在周年慶這段時間 然後包括加上 比如說過年這段時間 他們的這個 就佔整年的業績 大概50% 對 很猛 這個是很可怕的事情 對啊 周年慶 好 我們今天就有幾位來賓 要好好來教教我們 是 因為周 究竟在周年慶這個時候 要怎麼樣省錢 怎麼樣能夠得到最大的利益 怎麼樣能夠得到最大利益 怎樣能夠最划算好嗎 首先第一位是我們百貨達人 彭振宇 歡迎他 百貨達人彭振宇先生 曾經擔任過知名百貨公司的 董事長克鑄 對於百貨公司的行銷活動 可說是非常了解 今天他就要來教我們 到底周年慶促銷要注意哪些地方 彭大哥 請問一下這個周年慶 因為各個百貨會有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檔期 這是有什麼樣的差異嗎 每一年上半年 春夏有一個重要的檔期 就是母親節 下半年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檔期 就是秋冬的檔期 是屬於周年慶的這個檔期 所以沒有父親節這件事情 有 但是父親節針對特定人 這兩個檔期 就是所有百貨公司 大概全樓 都會一起來做全商品的促銷 接下來第二位 本身參與過非常多的周年慶 是我們的部落客佩基 歡迎他 佩基 人氣美妝部落客佩基 平常除了在網站上 分享美妝心得外 每年的周年慶都會分享 必殺的周年慶攻略 到底周年慶怎麼買最便宜 今天就請佩基來告訴大家囉 佩基 就你自己的實戰經驗 你這樣觀察 你覺得現在周年慶 有沒有出現一些特殊的情況 我覺得周年慶除了是台灣女人 開始瘋狂的一個季節之外 最重要是有一種特殊行業就出現 就是代購 就是這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這突然冒出很多人 願意來幫你排隊代購 因為周年慶其實還有很多人 譬如像我又有時候 可能會翹班個一兩天 就是把集中火力年假都修在這 一整天就去排所有的特惠商品 現在還有還滿多人就是 有這個代購的職業出現之後 你會發現 如果你買的東西不多的話 你找代購 反而比百貨公司各家的優惠 還更便宜 譬如說今天我買一罐化妝水 三千二十元價 百貨公司推出的優惠組是2880 你找代購它的價錢 我記得我去年買是 兩千三百多還兩千五百多 又更便宜 他用偷的嗎還是怎樣 不是 因為其實我們百貨公司 等一下可能就大家會知道 其實周年慶就是很多 什麼滿千送白或是什麼 他幫你買譬如說 我一個人我才兩千多 根本集不到優惠 他幫十個人買 他可以拿到很多的禮券 還有很多其他的贈品 還有可以變成這些專櫃的 大咖的VIP 所以他享有很多很多的優惠 可是對我來講 反正我只買一組 你買到東西就是你目的 對 可是我買到更低的折扣 對 這是台灣現在目前周年去 客取所需 有另外一種比較奇特的現象 接下來第三位 是我們因為畢竟去買東西 還是可能碰到糾紛 所以我們請來了律師 吳君廷律師 歡迎他 大家好 律師好 百貨公司促銷活動規則這麼多 難免都會有金錢糾紛 到底要怎麼做 才不會當周年慶的冤大頭呢 就讓吳君廷律師告訴你吧 我們一句請問一下 如果真的我們在消費者 就碰到一些糾紛的話 有哪些申訴的管道呢 我們可以去跟 那個消機會跟消把會申訴 通常因為這樣的金額都不是太高 所以真的要請律師打訴訟的機會 其實非常小 如果請律師打訴訟 大概就是那個人潮太多 推擠被摔下 然後很嚴重之類的 對 不然如果只是小小的消費糾紛 其實一般因為百貨業者 也希望就是維護自己的形象 所以其實大概消費者去申訴 可能都會做一點處理 所以一般而言這樣的消費紛 我們現在好好聊看週年慶 請問大家熱衷週年慶嗎 全貨差 有多瘋狂 我們要來了解一下 Ruby妳今天是怎麼回事 頭這麼痛嗎 沒有 就是我週年慶 就是要吸引大家注意 所以我一定會就是特別打扮 去週年慶買東西 對 通常都會買哪一些東西 我曾經做過一個很瘋狂的事情 就是在我年紀很小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還不懂事 然後我就是 妳弄成這個樣子 怎麼覺得妳今天比較瘋狂吧 不懂這是什麼 怎麼樣 沒有 我要講瘋狂的週年慶 就是我曾經就是 因為我那個時候 有為了要排一個特定的商品 那我夜半十二點就跑去排隊 可是其實他們到早上 我覺得我還呼盆一半 因為我會怕 然後請他們 就我的好朋友 就是三五個好姐妹 我們十二點就到百貨公司門口 然後就坐在那一等 我說怎麼到半夜三點都沒有人 然後想說 好吧 那我就第一個到 然後到早上六點 才陸陸續續 有一兩個人出現 就這樣一整個等六個小時 然後到八點了 然後才慢慢就越來越多人 然後我就被我朋友說 妳也太笨了吧 其實根本不用那麼早到 那妳現在時間OK嗎 還是妳等一下就要去 Fri Day工作 對啊 他們不會再拿機器 我說Ruby啊 妳打扮成這樣 還真讓人以為妳是店員翹班跑出來 回去上班的時候 不要忘了納豆的辣雞翅要外帶喔 來 銘銘 就是我在第一次接觸到 中年慶這個詞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 女生應該在中年慶買東西 然後那次跟媽媽去逛中年慶 我就跟媽媽吵說 我要買一雙鞋 然後就可能就會覺得 我在中年慶買鞋很厲害 然後媽媽就說不行 然後就因為這樣跟媽媽吵架 這是 那 好 等一下 來 上手一下 來 上手一下